所以不管是LAB的data或者是clinical好看 看起來確實都是這樣 那如果在Tamping的另外一端 Picico Function查這次在一個香港的研究 還蠻有趣的 他收了711個老年的病人 他把分成三個族群